越南的排華暴動越來越激烈 台商受到波及而人生安全岌岌可危 但這一波的暴力衝突風波 發生的起因跟後續引發的效應 還有政府又應該如何因應 今天我們都在編台時間邀請 聯合報的副總編輯郭重倫為大家分析 副總編輯你好 主播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先請教是這件事情發生的原因 也許很多人還不了解 到底為什麼會演變成這麼嚴重的衝突 可以請副總先幫我們說明 這件事情的開始 是中共把一個專有平台 它拖到了南海這個地方 從大陸的觀點來看 這個黃色的就是它的歷史主權的宣稱範圍之內 專有平台在這裡面是完全合法的 但對於越南來講 藍色的這一個是它的所謂專屬經濟海域 所以他認為專有平台在這裡 是違反它的利益的 我們知道南海的主權問題 持續的非常久 尤其是大家各自都在南海裡面 要站住島礁 這裡面更有一個爭議的地方 就是專有平台在旁邊 就是所謂西沙 西沙在1974年的時候 曾經大陸跟越南打了一次海戰 然後原來越南戰友就是永樂礁 這個地方大陸給它戰過去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 越南都不承認 大陸在1974年 佔據它這個永樂礁是合法的 所以這是另外在增加這裡面的爭議 目前南海是說大家各自站著島礁 你不要搶人家的 維持現狀就可以 可是大陸在1974年這個舉動 讓越南認為你是違反 它的這個裡面的默契 然後再加上你又把專有平台 轉到搬來這邊 大陸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也跟最近2011年2012年 美國的Axon石油公司 就在這個附近也發現了 蘊藏量很大的一個石油 好 雙方就為了這個事情開始爭議 大陸也不肯讓 越南也不肯讓 現在起了衝突 據說這四天當中 雙方的船隻不管是互射水炮 或者是衝撞有170幾次 這個是最近大概20年來 最嚴重的一次海上的衝突 那因為這個事情 我想在越南的幾個大城市 都發生了所謂排滑的示威抗議 在河內就是包圍了 中國大陸的大使館 然後我們看到在平陽省 在同奈省 這些工業區也發生了群眾聚集 然後去凡是看到有漢字 認為是中國大陸的企業 他們就進去 殊不知其實很多在那邊 設廠投資的都不是大陸企業 大陸企業非常非常少 絕大部分都是台資港資甚至日資 所以這個引起非常大的爭議